我即時takeover 因為感覺好像要撞到左前方的要來的那輛車 軟體更新2023 7.30 FSD Beta 11.4.7 那現在已經更新差不多一個多禮拜 然後我還沒有開過這個版本 中文版的說明 我先生是說這個版本挺恐怖的 然後我剛才也是見識到 就是他換車道就是很突然 不過一直來都這樣 可是這個版本他好像就更加的猛烈 然後他剛已經把他的換到模式改成墜落的那一個 但是還是一樣恐怖 就是這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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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盡量用這個FSD Beta來測試他的功能 影片有很多精彩的畫面 而且有很多驚險的畫面 所以希望大家會喜歡 走的還有一點太快了 我先放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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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間炸車 那間炸車 那台白色的車擋住我們 對他來擋這台車是障礙的 被閃 被後面的車閃 有繞過這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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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繞過這台車嗎? 有繞過這台車嗎? 哇 這個是怎麼回事 怎麼這麼多人啊 在刀目的地耶 OK 左後方有一輛車 但是特斯拉還是硬要 切進去左邊 他突然轉到另外一個面子 OK 開始吧 開始到第二個 剛剛那個STOP 第一個停靠點在左邊 所以 所以 我不知道他會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要到下一個停靠點 欸 確定有Continue的去 有機靠的 有機靠電視 我們這邊可以 就是 在旁邊 我們旁邊那個車的人 在跟外面的人 瘋了 當然是喝的太多喔 哇 這個 這個 我們旁邊那個車的人 我們旁邊那個車的人 特斯拉快撞到後座邊的那輛車 快把我嚇死了 特斯拉增加停靠點 以前我設定完以後 是不能夠再去掉你要停靠的地方 不知道是哪一次軟體更新過後 它增加了這個你可以重新再設定的功能 所以是按這個進去 然後我就可以選擇我要去掉哪一個定點 譬如說我要去掉這個好了 所以就少了一個停靠點 我即時takeover 因為感覺好像要撞到那個 左前方的要來的那輛車 啊...我可以打 你看 這比較tricky一點 你看 再行 好 好 這還OK啊 OK啊 OK啊 上次LA那個也是這樣 還要去那個 走到那個 我們到第二個停靠點 我們到第二個停靠點 第二個停靠點 對 這是第二個停靠點 哇 所以你剛剛designage 是因為那個 太深了嗎 那個 對那個太 他要衝 他要走太快了 開始吧 可以等等 耶穌基督的七個我是之二 我是世界的光 其實等燈 我跟你講這個 這個太多東西 HAPPENING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我每次開 FSD的時候很stress啊 你知道 繞釘勾音啊 然後你要注意很多很多東西這樣 然後還來那個 這個apply slide force turning slide turning slide turning force 跟你腳距 哈哈哈哈 對啊這個 哇這個全 對你來價錢全 半夜還有人在這裡 對啊 已經 1點40分好不好 AM 我怕它窮 你可以慢一點 我怕它窮 你怕它窮 因為你 你都不調慢速度 對啊 也是我不調慢速度 因為你沒有 時間去調慢速度 你已經沒有 我還沒有反應 我還沒有反應過 他就已經做 我沒有 沒有expect的東西 因為你沒有多餘的精力去調速度 對 沒錯 哇 它要閃那個腳踏車 對 對 切到隔壁車道那個線 一點 有時候還不太習慣它 這麼 aggressive的開車 好 到了 第三個停靠點 快 我想有點冒冷汗 哈哈哈哈 我剛剛看到後面沒有車 但是我跟車 我跟車 以你為主 我很不習慣 這個 你不習慣這樣開嗎 我倒是已經被撐到很 這個蠻特別 因為停在路旁的車 已經踩在這個車道的旁邊的線 已經超過了 已經霸佔我們車道一些些了 所以它剛剛開到中間線上面 所以它剛剛開到中間線上面 欸 這是我們剛才的藍色線嗎 對 你注意 你注意這邊 你不要去看那邊 不要吹到後面那車 小心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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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踩右 踩电门 一直踩刹车 踩电门到哪里? 我刚才只是TAP而已 可以看到它在中間 這邊沒有線 看它怎麼表現 你看這邊完全沒有線 有啦,這邊還有線 對,但是實際上這個路面沒有線 是啊,這沒有特別明顯 好了 那是一個突然間 沒有,不是突然間 因為它看到那個冷出來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最終站 終於 好了,夜遊完成 就這樣 拜拜 到此結束,再見 請按讚訂閱 謝謝 我信張併發佐 拜拜 其實這次那個停靠點 的功能有改善很多 但是可能我要慢慢去發覺 到底怎麼回事 到時候再跟大家報告 好啦,先這樣 拜拜,晚安 好耶 這個超大份的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吃呢 是因為 我可以看到我車門會被炸 有款 待會兒 我剛才做了 我們走 那這把火花讀